今天我来记录一下绣球小苗的成长过程吧 我从一位花友手中买了几颗小苗 它的大小你可以跟后面这个home depot的买的比 那一颗大概十一二块钱是最小的一种 但给我买的苗比那就是不知道大多少倍了 收到这样的绣球小苗第一步应该是给它及时的补充水 还有最好是进行杀菌 我第一步就在这个水里边加了一点super vitamin 给它泡一泡 可能然后再在里边加一些高门酸钾 我们来看home depot买的这个绣球其实挺漂亮的 花朵非常硕大 其实这个花的鳄片也非常大 绣球花不是真的花是花的鳄片 那我们收到这种小苗以后 第一步应该是把花去掉 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看花 它这个花是被加了很多的化学用品催出来的 那我们拿到以后 你看这个地方没有芽点 这下面开始有芽点 我们可以从这里把它剪掉 这一个也是 就是从下面哪里有芽的地方 看这里开始有芽点 我们从这里把它剪掉 这几个也是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促进它快速的生长 要这么小的苗 我们的目的不是看花 而是让它长枝条长叶子 这是home depot的小苗 剪掉花以后的样子 下一步就是给它换盆了 现在大概是一加仑 可以直接换成三加仑的盆 而我这个小小的 我可以用大概一加仑的盆 给它重新种植 用的土就用Sansion Formax 然后加一些粗叶壳 冻的时候加一些活性菌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会放在树荫下 就是不要让它爆晒 你看这个叶子 十分的嫩 被闷的发黄 对刚开始的一周的养护比较重要 教室保证上午下午都给它喷喷水 注意杀菌 然后等它开始长枝叶的时候 以后我们要及时的给它掐顶 促进一分支 好了 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 以后我再给大家看它们的成长情况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